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幸运星 我是股市幸运星 华冠头股总顾问林信荣 林老师 从上上礼拜我就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大盘要摆一边 然后呢 标股要摆中间 那我们的标股是不是一档一档的 持续飙涨停 对不对 我跟大家说 五号列车是辣椒 那么 昨天 沙迭停 老师昨天在节目里怎么跟大家报告 大家记得吗 我说因为 酸葡萄部队在前天 看坏辣椒 叫大家赶快卖哦 那么 我昨天是怎么说 我说 辣椒我非常看好 将来涨给你看 今天辣椒再来一根涨停板 出现第九支涨停板 恭喜我全国的会员 你有没有又锁在里面了 全体信息家族帮老师做见证 我讲的辣椒是不是就是你们手上的辣椒 是不是就是朝天椒 出现第九支涨停 你们手上有没有这档股票 好 那么辣椒的事情 辣椒的故事 待会再来分享 我说辣椒叫做标谷特快车五号 公开给大家赚的 对不对 好 六号是谁 电磁波之王 今天全体信息家族帮老师做见证 有没有九点又让你下班 昨天叮咚第一根涨停 今天还是叮咚九点锁涨停又下班 全体信息家族 老师有没有发抠讯让你们买电磁波王 昨天我们给你一根涨停 今天我再给大家一根涨停 两根涨停 那是我们的标谷特快车六号 今天一大早我也请大家准备好资金 然后我们又开始分时分批分价 让新朋友 新的信心粉丝团 新的家族朋友 怎么样呢 办好手续让你们上了 标谷七号列车叫旅圈王 我们有没有滴滴的买 分时分批分价 尾盘是谁拉的 我不知道不是我 但是我说过我的节目 有很多高手控盘者 还有那种武林高手在看 所以呢尾盘当然有人就帮我们又 锁涨停了 恭喜我们的五号列车 六号列车 七号列车 我告诉你老师的股票 我是每次买就只买一档 分时分批分价买 没必全体信息家族 你买的价格会差别不一样 各个成绩会员有可能不一样 但是你没有发现你手上的股票 几乎全部都涨停板 我再讲一次 你手上的股票 每一支几乎都涨停板 对不对 OK好 五号涨停 六号涨停 七号也涨停 标谷特快车企划案 跟进来的一律涨停 跟进来的一律涨停 我再讲一次 跟进来的一律涨停 OK 那我也不是说只带着我亲爱的西域新家族转 我们也送给大家转 油签大家一起转 标谷特快车秘籍 1月9号送给大家 来 辣椒 今天再一根涨停 今天轮飞 再一根涨停 跌停我就说跌停嘛 今天Jimmy Jimmy最好笑 因为礼拜二的报线 Jimmy打开震荡嘛 那有的投资朋友来不及 不要再涨停 那打电话我们滑灌报线 那么老师是怎么回答你的 我说不用买 因为我说主力要出会 没这样出的 好 那么从礼拜三开始 第三支涨停赏给全国的投资朋友 来 那么礼拜四 今天更夸张 9点一样下班 一支两支三支四支 今天礼拜五 一样9点让你下班 五支涨停 恭喜全国的幸运星粉丝团 送给大家赚的 一样这么标 那么呢 我们亲爱的全体幸运星家族 除了标股特宽车 密集里面的股票 那么标之外 你手上的股票 标不标 of course 那我说过 我不会乱枪打鸟 我告诉你 我都是重压 全体幸运星家族 可以帮老师做见证 就是重压 那为什么能重压 我有把握的时候 我干嘛不重压 那没有把握买那么多干嘛 乱枪打鸟 会员的钱就是我的钱 我说过 我是来做公益的 我说过我是来帮助大家的 来 我们来看看辣椒的故事 我们一档一档来 标股特快车 No.5 5号列车是谁 5号列车叫做辣椒 对不对 好 这只辣椒 very interesting 非常的有趣 老师呢 在1月5号我就已经 1月3号我就已经告诉大家了 这辣椒的很多基本面 包括它的游戏 我都拿出来给你看了 对不对 全民打棒球 中华职棒 最近加入美国职棒 这很好玩耶 你可以跟陈伟英打棒球耶 我林信荣 跟陈伟英打棒球 有这么好的游戏 你知道吗 夺战 而且现在加入美国职棒 也可以进来打 你可以挑美国职棒 职棒你喜欢的 如果你是他的粉丝 你可以跟他打球啊 对不对 虽然你会被打得很惨 但是也OK 那只有全民打棒球 又这么多辣妹来代言 而且陈伟英也来代言 这个是台湾产值最大的游戏机 手机游戏啊 结果呢 我告诉你 很好玩 好玩的事就这么发生了 那么我们讲很多 很多很多名嘴他都是看过去 因为他过去业绩真的不好 我说实在话 过去 那是因为 这位型手机开了之后 他们还没跟上来 过去不好不代表未来不好 但是我们做股票 看未来不是看过去 你可以看如虹为什么跌停 那是因为他过去很好 未来不好 那为什么辣椒他会一直涨停 因为过去不好未来很好 那过去不好 他股价有没有修正到 剩一点点肉渣子了 那这时候再人人喊坎 再看跌说跌 那就没意义 只有老师会伸张正义 1月3号我就已经告诉大家了 对不对 好 那么1月3号礼拜五 叮咚来一根涨停板 我在振升广播 在快乐广播 我公开给大家赚 我说过我的股票都公开 好 那么我也没有常送资料 我久久的才送一次 我有把握我才送 盘砂盘整理 有满地的黄金 我才让你去减黄金 我说过 手心手背都是肉 好 礼拜一9点下班 这个还有开给你买 我也说啊 不比太多 因为施老师的粉丝 他有去买 他也买到 他就是追涨停 好 那你说老师好贵哦 好贵哦 56块 那你知道他以前几百块跌下来的吗 对不对 好 那么1月7号 我告诉你酸葡萄部队 因为看他跌就开始讲 哎呀这股票没有基本面啊 以前多亏啊 所以呢我告诉你 就这样骂 把他骂下来 那么全体信心家族帮老师做见证 我在这天有没有让你加吗 我给你1.99吃到饱 哦没有 54块吃到饱 还不用1.99 我里讲到头 有多少钱就给我买 而且分时分批分价 我们就慢慢买 不好意思 这次我们买起来的 我承认好不好 我们就分时分批分价 好 那买买买 买完之后隔一天头也不挥 9点1月8号下班 4天3根涨停 买完之后9点1月9号下班 5天4只涨停 买完之后1月10号老规矩9点下班 我告诉你6天5只涨停 然后这个礼拜一 这个礼拜一 我跟你讲 11号12号是因为6日 那所以我们的会员很不喜欢放6日 真希望一个礼拜有一百天 好 再来都不想放假 9点打开电视再度下班 7天6根涨停 恭喜 看清楚 信不信老师的股票 是我的就是我的 我现在讲的都是我们会员的股票 而且分时分批分价 慢慢买进的 买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这叫全体会员 你们7天6根涨停 一张都没卖 接着看 1月14号 8天7只涨停 1月15号 获利了结一趟现金 塞金库 对不对 然后因为大家看到它跌了 就开始又看涨说涨 看跌说跌 酸葡萄部队又开始在晚上又在节目里骂 骂 骂啊骂 那老师怎么说 我看好这档股票 你看以后它怎么涨 所以昨天又有人把钻石丢 丢出来丢到跌停 杀到72块8 我跟大家说酸葡萄部队叫大家卖 但是我们跟大家说我看好它 那今天有没有涨停 看清楚奇迹出现 Oh my god 来4946 狂赫猛赫 全体秀兴家族 咱们又所在涨停里了 辣不辣 辣 这就是辣椒 辣椒背后代表什么含义 大家知道吗 我继续在赚它 我跟你讲 标股就是这样 很会标很会行 你要很会报 最后你就会赚很大 真的你卖掉 你要给我买回来 就这么简单 好 那你要知道辣椒 我也说过文创产业 你不要跟政府作对 今天这一杯 我跟你说就是政府啦 政府在扶植这个产业 你们还不知道吗 文创 19党里面 我告诉你最强的就是我们的 好辣的辣椒 骂最凶的就是辣椒 这两党常常被骂 这个之前我也是五字掌停 这个呢掌不停 这两党大家是很不看好 我就掌给你看 好 那你要留意 文创里面的游戏类 是算毛利比较高的 那么影视类的话 现行还不是那么理想 那么其他类的话 基本上我们讲的这个叫做 现行也没那么理想 所以我 宽宏字的是 我认为现行比较好一点 那你自己再留意一下 送给大家转 这叫做宅经济 大家不要忽略宅经济 如果没有宅经济 辣椒今天也不会这样标 这样了解吗 那么宅经济的龙头就是辣椒 再来呢也要放假了 游戏类股不会寂寞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 从头到尾我都告诉你 拉回本来就是买点 好 那么恭喜投资朋友 没用洗出去 没有被拴葡萄部队给他拴出去 恭喜大家 那么很多人问到 老师 你那个电磁波之王 真的今天九点又涨停吗 亲爱的全体 全国我的会员 都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对不对 但会员只有你们知道 我们会员知道的绝对不超乎你所想象 而老师知道的绝对跟大家不一样 那么我讲很多股票不是只有一条线 是点连成线 线连成面 面再连成片呢 要有这样的讯息 你才能带出这么强的股票 好 我们讲 标股特快车6号是谁 我提示你 手心手背 君士老师的心肝宝贝 这一档股票 你要知道是谁吗 我开放你电话询问 因为今天 有没有很像辣椒 这是第二根涨停 这是第二根涨停 有没有 九点一样下班 全体信用信家族 你有没有锁在里面 刀店又给你下班了 昨天呢 恭喜全体信用信家族 标股特快车 No.6 我说 他跟义光 跟太古 跟金殿都有关 你的老师 这间公司 这间公司 我没得到 这间公司 这间没人知道 那是电磁坡 现在需求尽管 电磁坡 你什么电气用品 都有电磁坡 对不对 所以啊 我告诉你 他叫电磁坡之王 我说43块 大家用抢的啦 然后呢 剩那么零马的 大家用砍的 就有这么聪明的 当大家看涨说涨 看跌说跌 有一大堆酸葡萄部队 说这个太烂了 对 以前他很烂 但是你要知道 现在他很赚钱 所以啊 我告诉你 我都看未来的 这两股票究竟是谁呢 如果你想要知道 我说过 要怎么收获 怎么摘 那么可以打电话 进来询问 但是现在重点是什么 你知道吗 你要赶快跟上老师的脚步 要赶快跟上老师的脚步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连7号都已经开出去了 来 7号叫做旅圈王 旅圈王亲爱的全体信心家族 来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旅圈王 来 这里是绿的哦 我要把它盖起来 绿的 那么呢 我告诉你 我们买完之后 有没有有人给我们急啦 叮咚 恭喜全国会员 而且我是拉回封低 分时分批 分价买进的 这一档股票 是我们的标股特快车 7号列车 10出头块的股票 那么以前呢 十几年前 大概十年前 它是111 111 现在只有10块钱左右 那为什么它会跌成这样 但为什么现在老师又要买它 因为它转亏为盈 从今年12月开始 为什么它转亏为盈呢 等一下下半场我会告诉你 而且它有很多特别的东西 我必须告诉你 因为你要做产业别 那么恭喜全国的会员 今天办好手续的人 今天我也让你上车了 那么是不是也锁在掌庭里 这台车还有座位 6号车跟7号车都还有座位 所以标股特快车 66大顺气坏 我们今天再度开放 请把握上车机会 我说过这都是VIP座 今天连安全带都来不及绑 就被拉到掌庭 恭喜全体新一新家族 那么进个广告 待会我们来聊一聊 这个旅圈之王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有如果有时间 我们再聊一聊电磁波之王 那如果想知道 电磁波之王它到底是谁 可以打电话进来 老师告诉你 我只愿意告诉 想要听的人 怎么收获怎么摘 这样好不好 那待会回来 谢谢 人生最美的收藏 遇上人 极美落成 29188811 幸运之心在华冠 荣华富贵跟着来 华冠投顾林总不问 扎实的分析能力 精准的解团技巧 快横准的操作手法 把趋势当永远的情人 把损失当最大的敌人 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 与获利 与获利谈一场幸福的恋爱 速播幸福热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幸运之心在华冠 荣华富贵跟着来 华冠投顾林总不问 扎实的分析能力 精准的解团技巧 快横准的操作手法 把趋势当永远的情人 把损失当最大的敌人 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 与获利谈一场幸福的恋爱 速播幸福热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头痛 请用五分钟 爸爸 额派清理窗 真理复合是倒快 实力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额派清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也是胆友 吹起疼 相用起疼 五分钟 我们很多比较年纪大一点点的 这个会员朋友很好笑 他们很兴奋 非常兴奋 但是呢 高血压药真的要吃一吃 他说连打电话去买股票 手都会做 接到老师的抠讯之后 那个打电话给音乐员 手会抖你知道吗 为什么你知道 怕晚了一秒钟 就来不及被买光光 不要抢啦 不用担心 座位都有限 然后师会帮你把BIP 做准备好 安全带房 包括这一档 李谦之王 好好笑 那会员很好玩 我分时分批 各层级的会员慢慢带 带的时候买一次 不过瘾 买两次不过瘾 想买第三次 然后发现抠讯 他接到抠讯的时候 他人在外面 在买的菜 他就先买一次 然后呢 这个骑车 到半路的时候 他又去逛了别的地方 然后看 有慢慢再冻上来 从绿的买到红的 红的再买一次 再加码一次 我们有叫他加码 到后来回到家 他说他就要判施了 他想再买一次 已经来不及了 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有人 给我们拉掌停 所到底 就在那十一点半 有高手看到了 有高手看到这档好股票 又被吉拉掌停板 那么为什么我叫他 旅圈之王呢 大家应该都有开车吧 你看看你们家的车 是什么圈的 来 我告诉你 你们家很多都是钢圈的 一个买 一个档 我告诉你 人家很多爬车 小车 新型的车 都用旅圈 为什么要用旅圈呢 嗯 也就是因为 这一家 他是专门做机器 给人家做旅圈的 好 我讲旅圈 真的很漂亮 如果是一台车子 我会用这个 他第一 轻 轻的话就会怎么样 省油 省油 他第二个好处 旅圈 他第二个好处是 他好塑形 所以你看他多漂亮 刚硬邦邦的 怎么塑形 所以钢圈通常用在大卡车 那你有没有发现 大卡车常常出现一个现象 爆胎啦 那就这样 塞塞塞塞塞 然后那个钢圈就越来越 钢圈就越来越热越来越热 又重又热 然后爆车 爆车 而且爆胎 然后爆胎的话 危险的事情就发生了 所以啊 还有常常会刹车失灵 这都是因为 钢圈真的很重 非常重 然后还好 还有一种 你如果 你的车子用的是钢圈的话 你那个车子 真的坐一坐会晕车 他就这样 团团团团团 然后他有请你高速行驶 因为我告诉你 我也是很爱开车 常常台中高雄这样标 那最近的话 我基本上尽量 因为我发觉我的 我的生命安全很重要 会员如果没有 我不知道怎么办 这是会员说的 所以我就是尽量都坐高铁 我最近没有标车了 大家不用担心 那么我告诉你 如果高速行驶的状况下的话 假如你开的车是钢圈的话 你屁股真的要肉多一点 不然你会震 震到你不知道怎么样 屁股都要受伤 所以钢圈的话 它的防震效果弱 而铝圈它轻 它轻 所以它防震效果赞 那钢圈因为太丑 所以都要买一个盖子 把它盖起来 常常开的过程中 盖子都飞走了 满地找盖子 所以钢圈基本上 唯一的好处是什么 烧了 还不会变形 但是铝圈它会不会变形 它会 但是因为它 如果你有大的车祸 比如你撞火车 或是撞大卡车 小车撞大车 那个过度的撞击力道 会让铝圈变形 不然正常的撞击的话 它是不会变形 不会变形 所以还有铝圈它有永久的 这个我们讲 可以那个环保 可以永久回收 怎么样用都可以一直回收 那铝圈它的用油量 也会比较轻 那有这么多这么多 铝圈的好处 但为什么以前大家都用钢圈呢 因为钢圈便宜很多 那现在呢 铝圈便宜很多了 而且铝圈的制造方式 也进步了很多 因为这家 卖给人家的机器 非常的赞 那这家也在前阵子工具机展 也展出了很多好东西 这家 就是这家公司 他们这些机器 就是让人家做钢圈的 这些机器 所以他们主要是做出口 所以重点就来了 因为呢 最近台币贬值 所以让他们的报表蛮好看的 都做出口了 没赌到的 我收美金进来 我台币贬值嘛 那我美金是不是换更多的台币 那当然很赞啊 所以 我们讲台币贬值的话是对 出口是OK的 好 那么也因为大家现在 环保的观念也重视 再来就是美观 再来重视安全 重视车子的舒适度 所以让这样的产业 开始起死回生 开始需求大增 那你就可以看得到 有人进去了 不是只有我们呢 不是只有老师带着 亲爱的全体信心家族 让你买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自然 我告诉你 我的节目不是一般人在看 很多高手 很多控盘者 很多武林高手 都在看 都在看 好 不然你看我昨天的电磁波 低根涨停 今天九点直接锁 昨天都还有机会买喔 今天没有机会了 你这出去啦 我的辣椒也是这样 我的辣椒也是这样 好你看 一样的头肩底 打完之后开始再爆量 那么呢 我说起来 之前还曾经111 111 那么现在呢 你没有发现底部有人在吃货吗 而且还没开始涨 还没开始涨 那好便宜的股票 111变成10块钱左右 你觉得呢 所以啊 这非常漂亮的股票 而且最近你看清楚喔 平台整理这么久 我告诉你一档股票 你爆半年好不好 你就早就要洗出去 早就要洗出去 是谁在里面 是谁在里面 那么这档股票也很好玩 我告诉你 12月份开始 转亏为盈 我再讲一次 12月份开始 转亏为盈 就是因为他以前亏 所以跌到剩10块钱喔 对不对 那转亏为盈呢 那故事就不一样啦 对不对 这就是幸运欣老师的用心 那么基本上前阵子 这个他们的董事长 叫什么名字 我们先 我们先把它盖起来好了 这是他们的董事长 长得跟辣椒董事长很像 我来对一下 辣椒的董事长长 怎么有钱人都长这个样子啊 我之前辣椒也让大家看过啊 我说辣椒董事长 是统一证券的孤儿子 你记得吗 这个都已经讲很久了 来 这是辣椒的董事长 我说叫邓润哲 我说他是 邓阿花的孤儿子 统一证券的孤儿子 我跟大家说 统一证券钱有多少啊 他们孤儿子在做的东西 你认为会差到哪里去吗 我告诉你10天9只涨庭给你 有没有 哦不对 11天9只涨庭 不好意思 啊是就是啊 全体信心家族 你今天有没有 有没有锁在涨庭里 那么新晋会员 你今天有没有怎么样 今天办好手续 你有没有锁在 旅圈王的涨庭里 那我刚刚给你看的 刚刚那个是辣椒的老板 你看这个 就好像同一个哦 很像哦 好给人生这些的哦 那基本上他是 Dolan大学 这个大学很有名哦 有关气管的 美国气管大学毕业 这个Dolan大学的气管系毕业的 然后政大的这个企业加班 还有政大的气管系毕业的 他是第24届中华民国的青年创业楷模 那么他义光的监察人 晶圆的监察人 炎阳的监察人 然后我告诉你哦 泰谷哦 泰谷的监察人 罗生 罗生 他里面的独立董事 哇 你看泰谷很多好的公司 他都参一咖 股价只有十出头块 你说呢 好 那么现在重点来了 我刚刚讲到的六号标股 大家不知道是谁 对不对 你想知道 打电话进来 七号你想知道 不好意思现在还不能说 慢慢来慢慢来 因为他还有位置 那么全国的投资朋友 都说过 标股特快车 又要进站了 八号特快车要进站了 七号特快车还有位置 请务必把握最后的机会 节目最后不要忘了 幸运之心在华冠 荣华富贵跟着来 老实祝全国的投资朋友 通通操作顺利赚大天 谢谢 本公司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缺水很辛苦 神水有贝博 贝 神水器材轻松省 查楼一滴也不浪费 水回收利用 是美德更是功德 浪费不知珍惜 老天爷给再多也不够用 你今天爱水了吗 幸运之心在华冠 荣华富贵跟着来 华冠投顾林总不问 扎实的分析能力 精准的解团技巧 快很准的操作手法 把趋势当永远的情人 把损失当最大的敌人 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 与获利谈一场幸福的恋爱 速播幸福热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幸运之心在华冠 荣华富贵跟着来 华冠投顾林总不问 扎实的分析能力 精准的解团技巧 快很准的操作手法 把趋势当永远的情人 把损失当最大的敌人 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 与获利谈一场幸福的恋爱 速播幸福热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黄犬病全球普遍存在 提高警觉和有效预防 被动物咬伤 请立即冲洗伤口及就医 经医师评估 需要打疫苗的人一定打得到 咨询请播1922 过马路不当低头足 脚步快一点安全多一点 车让路人快步生命有保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